大招式 很多人虔诚的来 供风 我们现在围绕大招式 转一圈来看一看 整体周边的环境 好多的藏人朋友 大招式对他们有着特殊的意义 而绝大多数的内地人 都是来旅游的嘛 好多藏人朋友穿着他们的民族特色服饰 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大招式周边也都是这种藏式风格的建筑小楼 看着还是很漂亮很美观的 这应该是茶馆 就是当地藏人朋友喝的是素油茶呀 当然了 我在其他的这个街道上呢 也看到一些茶馆 也可以在里面喝酒聊天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休闲聊天的地方嘛 那相应来讲这个唐卡呀 可以说是 是西藏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符号了 那相应的这几年 一些很具有纪念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 艺术价值的一些唐卡呢 也拍出了上亿的价格 有一张是 我记得有一张 加士德拍卖的那个大黑天 大黑天就是 就是师婆的化身嘛 也是护法之一嘛 一张塔卡好像拍卖 拍卖出了三个多亿 可以说是天价呀 这也是说是 这也说是这个艺术市场 对唐卡的认可 那唐卡 它最重要的就是这种宗教意义嘛 此外的话 绘制唐卡的过程当中呢 相应的这个艺术家画师 也要在诵经 是特殊的一种宗教的仪式 来制作唐卡的 有很多的这个网红啊 也是在拍一些写真吧 看这个寺庙有这个钻经 这些虔诚的藏人呢 这还有一处佛塔 在围着钻经 在围着钻经 闽珠林寺藏乡 这边还有个朗兹下陈列馆 不知道里面 啊这应该是 登记处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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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